大家午安 大家好 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根据今天下午两点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已经来到了 恒春南方大概290公里的海面上 过去这一段时间 台风的强度跟范围并没有改变 它的气气风暴风半径是280公里 那未来呢会持续的朝向西北的方向前进呢 所以我们预计在未来一到两个小时 台风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恒春半岛的陆地了 而在随着台风逐渐北上的过程当中 台风的暴风圈会逐渐的涵盖到台湾中南部的陆地 因此在这一报我们新增了警戒区 包括了云林以南地区 花莲台东地区 还有澎湖都纳入了陆上警戒区域 提醒当地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台风讯息 并且做好方法准备 而另外海面上我们则持续针对台湾东方的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的海面跟整个台湾海峡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这些海面航行及作为船只应该要严加的戒备 而这个海峰由于今天是一直待在台湾的南方 所以使得台湾这边盛行非常强的偏东风 所以在雷达回布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强的偏东风 把大量的水汽从东边的外海带进来 因此今天在东半部的降雨其实是非常多的 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 最多的累距量是出现在花莲的60石山 已经超过了200毫米了 而另外在宜兰跟屏东的山区 也有超过200毫米的累积雨量 随着这个台风持续的在台湾南方 因此我们预计这样子东半部的降雨 其实并不会马上反而下来 我们从定量降水预报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东半部恒春半岛 雨势还是相当大的 而至于在西半部降雨则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西半部山区 南部地区跟北部地区 还是有些间歇性的阵雨 这样子的状况到了明天白天 台风逐渐的来到台湾西南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南部地区的降雨也增加了 甚至一直来到明天晚上到后天 南部地区的降雨更加明显 包括澎湖跟金门的雨势也逐渐的转大 所以这边要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 虽然现在还没有感受到太多台风的影响 但是明天雨势也会变得相当明显 风势的部分的话也会变得相当明显 过去这几个小时其实在台湾的北部 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还有包括金门、马祖的沿海 都有测到7到9级的强阵风 那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在我们的大午也分测到10级左右的强阵风 我们预计在今天一直到今天晚上 持续吹息偏东风的状态底下 台东跟恒春半岛随着暴风圈逐渐的接近 风势会逐渐的增强 持续有10级的阵风发生 而另外因为地形的影响在北部地区 包括大海北的盆地之内 以及包括金门跟马祖 都陆陆续续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出现 我们也持续针对这些地方 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同样的在明天台风来到台湾西南方海域的时候 强风的区域也会有所增加 那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包括在台南以南沿海的 这个部分大概到明天下半天之后 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出现 而澎湖跟金门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后续的强风好雨也会逐渐的增强 所以在明天的这一段时间的话 每个区域都会感受到不同的天气形态 那当然在今晚到明天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台东跟恒春半岛 随着暴风圈逐渐接近 强风好雨会持续到一直到明天 而另外宜兰花莲一样同样都是迎风面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好雨不断 那另外是在北部跟马祖虽然不在台风暴风圈的范围之内 但是因为地形的影响 持续有强震风 尤其在台北本地虽然是不是沿海地区 但是强震风也会相当的明显 南部澎湖跟金门随着明天台风逐渐的靠近 白天开始风雨就会依序的逐渐的增强 所以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做好防台准备 另外中部则是这一次影响相对比较少的情形 不过假如台风的路径比预期的又再更靠近台湾一点 还是会有些间歇的风雨发生 因此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台风的消息 并且做好防台准备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